那么掌丘来看呢 我们注意到这个手指根部的掌丘 尤其的饱满高龙 左右手都是如此 尤其是食指根部的这个木星丘 也是迅宫正才位 正才位比较饱满高龙的人 说明正才旺 失业心比较强 而且呢 有野心也有抱负 在这个失业当中的进取精十足 只是到右手后天呢 稍见一些杂纹的干扰 这个正才本质工作还是见一些动荡 特别是到了后天来讲 这个失业线也出现这种断序 断开 后面我们在文录当中也会讲到这一点 这个是本职工作有关 那么小指根部水星丘也不弱 这个是代表的沟通能力强 口才家 能够靠口吃轻松饭 所谓这个 特别是到了右手后天 有这个钱财树文 这个水星丘有钱财树文 说明对商业和金钱方面 是嗅觉比较灵敏 这个太阳丘也不弱 太阳丘比较饱满的人 一般对艺术是充满浓厚的兴趣 并且有非常积极的正能量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这个太阳线也比较明显 人缘加 这个特别到这个后期 右手后天的话 他这个人脉还是不错的 那么金星丘呢 左手来讲呢 还是建一些这个发暗发青啊 当时右手后天呢 会有所改善 金星丘其实也不弱 体质加精力充沛啊 这个虎口火星丘饱满的 面对一些困难和阻碍 是游泳气去迎难而上啊 再加上本身呢 也是脑线非常的深长啊 这个也有谋略 是个游泳有谋的人啊 所以说在这个世界和职场当中呢 容易脱颖而出 非常不错的一种掌丘的类型啊 月球的饱满 特别是到了右手 后天月球是越来越饱满的 说明了后天的对这个艺术啊 充满浓厚的兴趣 想象力丰富 比较注重精神世界 富有艺术特质 从这个脑线分叉 有弧度分叉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啊 这是掌丘啊 我们来看纹路啊 纹路来看的话 这个纹路呢 这个左手先天来讲 还是纹路稍显深刻了一点啊 先天35岁之前呢 会有一些 这个做事啊 各方面呢 是有一些势必攻击偏劳努 到右手后天呢 这方面会缓和一些啊 纹路呢 会变得更加的柔和了一些啊 这是左右手对比 我们从这个 这个纹路的流年来看一下啊 注意到左手呢 先天这个生不先初期呢 还是啊 见一些锁链纹的干扰啊 除了家庭环境一般啊 并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本身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 脑线非常的深长啊 纹路易深细啊 又深又细又长的纹路呢 代表呢 天资聪颖啊 聪明好学 但是呢 还是学业受到家庭环境的限制啊 有一些受到啊 人生起点的并不是很高 从这个脑线和生命线呢 左手来看的话 是粘贴比较长了 处事还是偏保守谨慎啊 有利有弊啊 利就在于啊 这个做事呢 计划性强啊 人生路呢 会走的啊 一步一个脚印 走的更扎实一些 犯错误的机会比较少 那么缺点呢 就是容易错过一些 事业和质量当中发展的机会啊 那么分离处呢 还是见导文啊 左右手都是如此 很大的一个导文啊 那么这个脑线为人文啊 代表自己 生命线为地文 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啊 那么分离处呢 也是自身脱离 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呢 进入社会闯荡的阶段啊 刚入社会的时候 还是见一些动荡和坎坷 会直接苦头 但是一提两面呢 能够这个反过来看 也是人生经验的一种积累啊 那么自从这个分离之后呢 脑线变得尤其的深长啊 深刻啊 说明呢 这个能力提升 很快的适应了职场和社会 这个我们注意到在 整个生命线内侧来看的话 这个左右手呢 在分离处呢 基本上都见到这个 亲密关系线啊 亲密关系是代表姻缘的到来啊 那么这个从流年看 基本上是在22到25岁左右 基本上出现这个 这个也是一段偏远的干扰 也是一种爱情 这个恋爱经验的一种积累啊 有一些犯情商的这个特质啊 再加上本身赶现前妻呢 出现这种倒门和杂门的干扰 那么结婚线也是一身一浅啊 包括特别是左手来看 结婚线还出现这种分叉啊 所以这个 在因缘当中呢 还是见一些分离之苦啊 并且容易犯情伤啊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 包括他本身呢 也是偏水人啊 水人的话 是一种桃花旺的体质 这个金星秋更 底部呢 更宫的位置 也见这个魅力线啊 这些竖线叫魅力线 所以也是偏桃花旺的体质 注意这个烂桃花的干扰 那么后期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生命线呢 在中间这一段还是比较深啊 左右手都是如此 所以强运还是在中年呢 基本上是30到50岁左右啊 并且呢 这个阶段呢 还伴随着很多条这种 小的上升线啊 上升线看流年呢 如果出现在这个阶段 叫努力线啊 说明中年这个阶段是分外努力 失业心很强啊 从这个失业线也可以看得出来 并且运势也会得到一定的提升啊 我们注意到这个失业线呢 基本上是啊 从这个月球往中指方向延伸啊 失业线远离生命线 所以失业方面呢 来自于家庭 原生家庭的助力不多啊 靠自己去摸索打拼 特别是这个左手先天啊 尤其是纹路还是比较显得深刻啊 掌面也见棱角 是有点偏筋骨质 早年会吃一些苦头啊 那么基本上从留年看到了40岁往后呢 上升线明显的提升啊 有点很长的上升线呢 虽然是这有一些浅淡啊 但是还是有这种上升线的 这个阶段呢 是慢慢的运势会渐入家庭啊 事业也稳定 婚姻也会慢慢的这个稳定下来 那么失业方面也会有一些突破啊 包括我们可以在中期可以看到 刚才讲到的这个失业线的断开啊 在中期呢 还是见一些事业方面的阻碍 事业有一道关口要过 那么还是要有望这个贵人来帮扶 太阳线非常明显啊 贵人帮扶来度过这个中年的事业危机 那么刚才讲到了整个 首先来看的话 前半段呢 基本上是有一些偏辛苦劳碌 到后期40岁往后呢 运势会渐入家庭 也是一种典型的先苦后甜的命局 我们可以看到在生命线晚期啊 还是非常不错啊 这个非常的干净 少杂纹干扰啊 并且呢 我们刚刚才讲到的这个小指过三观啊 小指非常不错啊 那么也能够在整个形态非常不错啊 稍微有一些外撇啊 左手来看是小指过三观的啊 右手来看有一些外撇 但是呢 不影响整体啊 结合这个生命线尾端干净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晚年还是能享子孙福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生命线内侧 从流年来看的话 有一点有点浅的啊 短的这种分叉线啊 这个分叉线呢 也是代表能量生命力的减弱啊 从流年看 基本上在62到65岁左右啊 这个阶段呢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注意疾病的侵扰啊 过了这个坎之后呢 生命线尾端变得干净 绕手腕啊 是晚年可想高手啊 这是这个晚年的一个运势啊 最后我们再讲一下这个 有关财运方面 财运线还是建一些断续啊 断续财运线断续的话 容易财运时好时坏 加上这个正财位啊 建杂文干扰啊 所以说还是需要补充财库 才能够稳住财运 才能够提升财运 再加上本身 讲到的这个元宝文啊 这个掌底还是建开口啊 建开口的话就容易漏财 财进财出啊 需要这个补充财库来化解 好了内容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有困苦 可以看视频做上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